欢迎收看熊老师配音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看这个 关于指数的计算问题 那这一题呢我们在前面看过 2的x次 它如果平方的话是4的x次 所以这个 这个加2会怎么样 变成细数乘在前面 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就会是 这个的平方 我们在这里设一下 设 2的x次等于a 那也许你会想说 老师你记得上一集 你不是说就是练习不要射吗 也是你可以不要射 但是我们在这一集 就是在讲解的过程中 为了让你好听懂一点 所以我选择把它射一下a 那么原本的题目 就会变成是 注意一下呢 所以这个x加2次 会变成2的x次 乘以2的2次 2的2次是4 所以原本的题目 就会变成是 a平方减掉 5乘4是20 10a加8等于0 如果你这一步没有看懂的话 我再说明一次 就是说这个2的x加2次 是2的x次 又2的2次 这是4 它会跟前面的-5乘在一起 可以吗 那这是一个1元2次4 我们前面呢 这个学过所谓根语系数的知识 有的老师在国小 国中就会交 国中就会交 我自己在国中也会提到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方程式它会有2根 这2根的合 会是这个-a分之b 就是说这个 这个系数分之 这个系数 然后乘负号这样 以这题来说就是20 然后2根机会是8 至于为什么呢 可以在这里很快的证明一下 如果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有2根解出来是 有2根是α或β 那我们可以根据你有这2根的特色 我们就可以说 其实啊 你一定是被解成了什么 你一定是被解成了 x-α乘x-β等于0 最后你才会得到 x等于α或β 那于是我们把这行乘开 它就会是x平方-α格又-β格 所以是-α加β格 x然后加αβ 等于0 这样子 那跟这个 我们把这一次往下解 会先同除于a 会得到x平方加bx加c等于0 去比对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 α乘xβ是a分之c 而且怎么样 负的α加β是正的a分之b 所以我们就说两根核 α加β 会是负的a分之b 而且两根机 α乘xβ会是a分之c 可以吗 那因为以前的克刚指数率是在第一册第三章交的 在第二章的时候就一定会交到这个根与系数的知识 所以这一题出来是很自然而然的 那现在的话就是变成说 期待你要在升高1的时候 或者要在第一章的时候 或者要在这个国中的时候有学到 不然的话这一题可能你们会不明白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是我看到大部分的教科书都还是会放这一题 因为它实在是很适合拿来出指数率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在这里你就会看到说 它要求两根核 对不对 那我刚刚是不是讲说两根核是这个20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20 但是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要设这个a 为了要在这里说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在你的这个讲义上写这一句 注意一下αβ是x的两根 而不是a的两根 不是a的两根 所以这个a的两根为 a的两根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2的α次和2的β次 它要求的α加β不是这个式子的两根核 如果说这个式子的两根核的话是20没有错 你可以说这个a的两根核 也就是2的α次加2的β次 它的确是20但是没用到用不到 跟我们问的没有关系 而a的两根核呢 反而用到了哦 因为同底数相乘次方指数相加 所以它会变成是2的α加β次是2的3次 所以说α加β是3 那这样你就了解到说 这一题为什么特别适合初代指数率 因为它透过这个指数 有这个同底数相乘 四方相加的关系 把原本看起来是求两根核的问题 其实是要从两根G这里去找答案 所以它是一个设计蛮好的题目 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大家对它爱不释手 觉得这一题不交很可惜 这样子 而且呢后面学到LOG的话呢 也有类似的题型 等于说我们在这一张指数的计算 这边学到的这个题型 在LOG那边都可能会看到 到着出 到时候就会知道了 我们再来看一题 类似概念 它说这个东西有相义2时跟αβ 而且α加β是-5求K 那就是说 一样我们设一个 A等于3的X次 则 那么原本的式子就会变成是 这是A的平方 -5A加K等于0 可以吗 还是那句话 α跟β是X的两根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A呢 其实是3的α次或3的β次 所以这个式子的两根核 A的两根核 就会是正5 它是3的α次加3的β次 会等于正5 然后用不到 所以其实你可以不用写这一行 我只是习惯写 因为我们当老师的 我们多写这个你们就多看一遍啦 两根基 因为我知道其实 依照现在的课纲 很多学生在国中没有学两根核两根基 它就会是 这个 3的α次乘3的β次 就会是K 然后怎么样 根据指数的运算 指数率 你就会得到3的α加β次 等于K 那因为α加β是-5 所以K等于 3的-5次 2 4 3分之1 可以吗 那既然我们要在这里 使用这个根与系数的知识 在这里就多证明一种给你们看 再次 那既然我们要使用根与系数的知识 在这边就用第二种方式证明给你们看 我们今天这个方程是 a²加bx加c等于0 解出两根 刚刚讲α跟β 那α跟β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 公式-2a分之-b 正-√b-4ac 对不对 就是1加1-√b-4ac 于是呢 两根核就是把这两个加起来嘛 那2a分之 这个1加1-會消掉嘛 所以是2a分之-b加-b是-2b 然后把2约掉就是-a分之-b 对不对 那两根基呢 就会是这两个相乘 那会变成什么 分母都是2a乘在一起是2a平方哦 就是4a平方 然后 x加y乘x-y 乘法公式是x平方-y平方 所以它是-b的平方减掉 根号b平方-4ac的平方 算挤了一点 应该看得出来我在写什么 所以它就会变成 那因为你会有两根的话 你的b平方-4ac一定是正的 所以正的东西哦 开根号在平方可以直接取消掉 它就会变成是4a平方分之- 负b平方就是b平方 减掉 所以是b平方-4ac 这要刮起来 那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b平方消掉了 负负得正哦 它是4a平方分之4ac 也就是a分之c 这就是两根核和两根基的 另一种证明方式啦 那 这个 按个暂停 如果你刚刚没有抄的话 把它抄一下 这很重要 因为它 我刚讲这两题反映了这个 指数计算上的很重要的特色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你可以按个暂停自己写一下 看 那在这里呢 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应该可以捕捉到我的概念 就是说 我想要把 这个3的x次 你可以把3的x次当a 或者把3的x次分之1当a 那这样这个-1怎么办呢 它其实会变成是这样子 这个3的x次-1是3的x次乘3的-1次嘛 对不对 这里 那就会是 3的x次乘以3分之1 好 那你再分5乘3分之1就是再分子乘3啦 到目前为止 左边这个会变成3的x次分之12啦 可以吗 你接下来你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等号两边同乘9的x次 那这样这个会变成1 这个会乘9的x次 这个会跟它约掉 还剩3的x次 我个人是比较不建议这样做 不建议这样做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3的x次分之1当成a 所以它会变成是3的x次分之1 乘12 会等于3的x次分之1的平方加27 一向一下 把这个当成a的话就是a平方-12a加27 可以吗 那其实呢3的x次分之1 你可以写成3的-x次 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就换啦 也可以在这里就换啦 那我就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把它换掉 所以它是这个3的-x次 的平方-12x3的-x次加27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因四分解了 我就不再重新抄这一行了 所以它是-9和-3等于0 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就这个啦 这样子 所以就是因四分解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所以3的-x次等于9或3 所以-x等于2或1 x会等于-2或-1 好那我们再集上到这里